第五题 妈妈和弟弟在暗示中用蜡烛和手在墙壁上玩影子游戏 如果手和墙壁的距离不变 将烛火远离手折 墙壁上的影子大小将如何变化 我们这个种题目 我们可以用数学的相似三角形 来做一个比较完整清楚的解释 而且比较能够求得一些数量的关心 但是呢 我们如果只要看变大变小 我们可以用感觉的 用响的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的烛火比较靠近 那么这里面呢 打开的角度张得会比较大 所以影子会比较大 如果烛火比较远离 这个角度张得比较小 所以这个影子就会变得比较小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如果我们将烛火远离手 那么手和墙壁的距离不变的时候 我们的影子的大小应该是选择的是A 它应该会变小 所以第五题 我们答案选A 再见